大家好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两个不大不小的事 但都跟这个疫情有关系 第一个事就董经纬叛逃的事情 我怎么看 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扯一扯这个事情 第二个事就广东的疫情还刹不住车 到今天为止还有新增的本土案例 而且没有源头 这就不得了了 这就不得了了 因为犯了大忌 广东这次犯了大忌 估计后面有很多官员会被清算 因为这个时候你一想想是 习包是关键百年大寿的时候 不得了的 慈禧太后的百大寿的时候 应该是脏灯结彩 各方面是好的不得了才对 你这个时候弄点疫情出来 你广东是怎么搞的 你觉得方丈的人非常小气的 我告诉你 习包子的人非常小气的 你要是把他惹毛了 他后面不会放过你们 你坏了我的心情 照领导像习包子这种暴君 那关键就是要心情好 对不对 我这个国家我反正无所谓 十几亿韭菜 能经济烂也好 啥也好 你们大饥荒 你们没饭吃 我们天天吃大炸炸炸 跟我没有毛关系 但是你影响我心情那就不行 那不行 所以两个事都其实不大不小 但是可以适合我们周末来扯一扯 第一个 我们先说董经纬这个事情 有些朋友可能还没听说 就这两天 海外民运人士在盛船 有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确实有这么个人 因为网上一搜就搜到了 董经纬因为涉嫌孙逆军案叛逃 涉嫌孙逆军案叛逃 这句话啥意思呢 就是他可能孙逆军的案件 查到他了 他可能有问题了 有问题呢 就叛逃 然后被猜测是中共建国以来叛逃最高官员 然后下面还给个笑脸 而且他带来了大量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确凿证据 网上然后挺诡异的 反正一搜他全搜不到 就这么个事 说阿拉斯加要把他人交出来 岂有此理 然后布林肯不愿意 这其实一看 大概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小道消息 这里面应该不是真的 因为他本人你看这个韩年曹嘛 转刷的这个 他有一个嬉皮笑脸 弄个嬉皮笑脸这种情况 他本来就不认真 你们就别当真 但是他可能是什么呢 他可能是叫浑水 可能确实有人叛逃了 然后呢 这个可能叛逃这个人 是不是跟董经纬有点关系 然后就 反正这个事情 可能里面还真有那么个叛逃的人 但是这个人可能不是董经纬的 可能这种人呢 你看知名海外民运人士呢 多多少少 还是跟我们普通人 他还是知道点尿的 他天天跑这一条线 他还是会知道点东西的 所以他是不是放出点尿出来 要搅搅浑水 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再继续分析分析 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 叫叛逃 你首先要有个叛逃的定义 你说官员出了国 是不是马上就叫叛逃先 哎 不是这么说啊 对不对 如果你出了国 就叫叛逃的话 哇 那就多了去了 这中共改革开放以来 多少官员出国了 多少俄来 美国还有一条俄来村 你想想 整条村都是 都是中共这些官员的恶来 你想想 那这个规模可大 没有个几万个 几十万个 我都不知道打不打得住 剩几百万个应该就没有 因为中共党员就九千万嘛 我算个百分 算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两个 一两个点的跑出去的 大部分还没跑出去 应该这么讲 因为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啊 嗯 他都过得挺滋润的 这以前有一批官员 他没需要跑 你知道吧 需要跑的是 这个习近习包子上台的几年 以前都不折腾嘛 不折腾官员有扼奶 在美国 有财产在美国 但是他本人不太需要跑 你要知道以前不太需要跑 需要跑的就这几年的事 有光明正大跑的 应该来讲什么叫叛逃 叛逃一定要满足几个条件 我觉得一个有爆料 叛逃一定要爆料出来 那爆料呢 你出于什么目的 要自保 我要给点料 美国政府来作为交换条件 你要保护我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个关键呢 你不是以正常程序出境 那是当然了 你正常程序能出境 那你就不叫叛逃了 那你就正好 发现移民 那有很多出去的 他也不一定是叛逃的出去 他是享受生活 然后过个安稳生活的 他不是要叛逃 叛逃更多的跟爆料要刮钩 应该这么讲 爆料呢 你要看两种人 一种人他确实是神神秘秘的 这是有可能的 你看这次你说这个董经纬 确实也是挺诡异 网上资料都删除了 这个确实也是诡异的一个事 上下级 你说是不是有的人说 是不是他的资料出于保密的需要 他是国安人员嘛 所以他的资料比较少呢 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 你要知道他的上下级部长也公开 他上下级同事都公开 就他一个人不公开 这说不过去啊 对不对啊 你要神秘整个国安部门 你都全部不要公开 对不对 你就一个董经纬不公开 是不是有点神秘呢 有点诡异呢 而且你作为一个副部长 你也不需要跑一线呢 你不需要隐藏自己 你要跑一线呢 你跑一线的就就根本 你名字都不会公开 你不要说公开个名字 不跟公开照片 这也自消矛盾啊 是吧 你干脆啥资料都没有 你真正儿八经的间谍 你就啥资料都没有 都空白一片 是不是啊 所以就不需要一个副部长去一线 副部长开完 副部长还跑什么一线 指点江山 寄阳文字 不需要他跑一线 所以我觉得他的制要删除 这个也是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然后你说特意删除他 这个可能这个人 如果他真叛逃了呢 删除他的照片 都是出于让美国帝国主义这边 他无法核实这个人 你要知道美国不是随便跑个疯子过来 你说我是中共官员 我叛逃他 然后说说一堆的东西 那美国也要 也要核实啊 对吧 你不是随便走个人过来 你说你是啥啥啥呢 那我就全相信你不行了 多的去了 你要知道美国每天多少人寻求政治庇护的 多少人说自己受到迫害 对不对 人家见的多了 那就把他照片删去 是不是出于真有个董经委叛逃了 然后这边把他资料删除 像美国这边他也不好核实 所以美国这边是不是也按搓搓 用这种民间人士放点尿 然后互相试探 会不会是这么回事 然后说回来 我有一个准 大家要知道 我永远认为 美国 你看他后来不是做了一个澄清吗 今天18号发一个新闻 昨天18号说主持的一个座谈会 然后说要 这个董经委还在国内 但是没有照片 还是没照片 这是我觉得 是不是中美双方在互相试探一点东西啊 里面 但是他也明确说了 是有内奸吗 所以很奇怪 你又谈内奸 就确实有内奸 但是不是你董经委而已 是吧 那就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说到这里就很简单 其实美国是没有什么间谍啊 也没有 之前你看像中国老是甩锅说 说美国有个什么研究啊 什么克里 什么什么什么 有个研究院啊 病毒研究院 美国也有研究院 美国有 其实美国有个毛线的间谍 美国有情报人员 但是美国不需要像你中国这样的 你去偷技术 你要搞个间谍对不对 美国偷里毛的技术 美国偷里什么技术 你什么技术都从美国偷来 美国偷里什么技术 所以美国一方面 不需要偷里技术 也不需要 获取你什么什么信息 人家不需要玩那套 人家就挣了八斤跟你正常竞争 你就竞争不过我 所以他他不需要啊 有什么病毒我需要吗 我需要搞什么病毒 不需要啊 我正常跟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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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你也斗不过我啊 所以这美国应该没有这些事 然后内奸我认为确实有 那是不是董经纬没有关系 因为我之前分析过了 美国给了90天的期限 肯定是有料 必须有料 如果没有确凿的东西 拜登不会说给你90天 你想想 拜登现在稳得很啊 经济又搞定了 疫情又搞定了 他稳打稳扎 他连任是没有问题的 他不需要再搭上这么大个东西啊 你想想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做这种政治赌博啊 作为拜登现在立场 他不需要这种事情 也就是他为什么说90天呢 90天到时候啥都没有 他他瞅着要死到时候 不是又被川普黑他嘛 对吧 所以他说的到90天呢 我认为他90天之后肯定有东西拿出来 这90天是给你中共考虑问题的 不是说真去查 真去查 他就给不出来90天 因为你不一定90天能查出来啊 你可能是120天能查出来 他就不画这条线了 他画90天这条线就是给你中共考虑考虑的 他搞90天刚好我把奥运会过了 因为奥运会很重要的 以前打仗的时候奥运会都不都要停停战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内奸估计确实有 因为有反习的嘛 有反习的就必然有内奸 更多的是出于内部的斗争 以前最有名的了 全国都知道了 林彪叛逃 只要有内斗就有人要叛逃 更多的是内斗 而不是说美国要渗透里 其实不是外部势力 中共搞来搞去就他自家在内斗 就是说白了 那自家在内斗 我们就说到广东的疫情 广东现在很奇怪 你发现没有 广西也有一点疫情 但是搞来搞去 你发现疫情基本上就在广东 都不出省 你发现很奇怪 广东如果这么多 不出省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天经济联系很紧密的嘛 特别是泛珠三角的 什么跟湖南的 你说广东这么多 广西湖南这些接养的 没有不可能 不可能 是不是 是不是两个可能性 一方面 又在隐瞒疫情 隐瞒疫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细胞只要搞百年党庆 这是全搭上去的 不管你们拼命死活 我到时候扩散也好 啥都好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 这国内有有点病毒 你搞个百年党庆 那到时候病毒散得去 全世界都是怎么办呢 但是你要知道 我认为 现在细胞子不怕了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以前要不是全国清了零 细胞子哪都不敢去 整天就躲在他那地堡里面 他经常在一个月都不出来 有疫情的时候 但是最近你看他抛头露脸的 都不戴口罩 这次 几十个常委 全关一个屋子里面宣誓 也是啊 全部都不用戴口罩 你不怕吗 怕死掉命的 细胞子 但为什么这次不怕的呢 我说了 这些全打的辉月疫苗 你看是不是呗 这些这些家伙 因为他有非常好的医疗吧 都有预医啊 所以他们不不太怕 一有什么副作用 马上 马上能得到解决 所以他们不怕副作用 他们更多的就是 所以两害取其轻 他们就接种完全没问题 他们就接接种 会月疫苗 我都说了 席包子最近几次出来啊 这室内也好 啥都好 一堆人他不用戴口罩 之前他都要的 之前都要的 就是好像五月份 就是五月份 所以证明五月份 中共这些领导打了疫苗 他要打两针的嘛 所以他应该是五月份 拖拖活的 全部打了会月疫苗 所以这这时候你他不怕 他有抗体啊 你们这些批民到时候 你们没有会月疫苗的 我有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他现在我我我看他 细胞子不怕 管你们死活 按理来说这个病毒 越来越厉害 你发现这是广东 抓的还没之前年 之前还抓的盐 现在还比较放松 广东现在封了 总是封封一个小区域 封一个区封一个保安区 之前那么整个湖北省把你封了 要是有一个疫情 整个安徽省都把你封了 是不是 反正 现在两个事 一个国内估计是真有点疫情 因为这个病毒确实传染力非常强 广东现在 今天是东莞本地发疫一单 主要是东莞 还有佛山也有 广州估计也有 深圳什么机场也有 全部都是本 特别是东莞 这个都没离开过东莞 一直在东莞 你说他有肯定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 所以广东止不住 而且看他也不老实 因为他18号才公布深圳机场的案例 但是16号的时候 其他省市已经下了命令 你深圳过来的一定要隔离 所以他做的事情比他发公告要早 他还是隐瞒一些 还是隐瞒一些 我说了 细胞子他们现在不怕了 他们不怕 就倾向于隐瞒 让你们赐格去消化 因为你牺牲经济 他影响我 影响我细胞子 对不对 牺牲你们健康 没问题 但现在我不怕了 我打了疫苗我怕你 对不对 而且我相对我安保 各方面我还有医疗条件 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估计后面 中国人会大规模的群体免疫 大规模的 因为疫苗 反正我该提供的也提供了 然后 你元首门也打了辉月了 现在没问题了 让你们自个去看的办法去 经济他不 他现在也很影响经济 但是他不会抓的像以前那么死 反正让你们传染一下 你们搞搞你们几个屁民 但是这规模搞太大也不行 哎呀 反正现在国内的这个疫情 他也搞不定 然后又有叛逃的 我最期待的还是90天之后 现在是没有90天了 估计剩下个 剩下个70天 20天就没有过去了 反正 看看后面主要是美国这边 能搞出什么 疫情 这都不是事 现在关键是美国那边索赔的问题 这是大事 因为 钱都搞不出来 这么多钱 他后面如果全世界追责了 中国的够强够强够强 那这两个事随便聊了半通 那先到这 有点意思 点在那边分享 拜拜